你和我 或许曾存在于一个生命体之中 佛陀每日都在尼连禅河里面沐浴 他会在河旁两岸或者森林里面 他走出来的小径上面行禅 他又会在河边 或者百鸟增鸣的菩提树下坐禅 他已经正得他的大远 他知道他应该回到加皮罗维国 去见所有期待着他得到消息的人 他又想起在黄赦城的贫婆梳罗王 他对这位年轻的国王有一份特别的好感 所以他很想去探访他 还有他之前的五个同伴 他知道他们具备很快达到解脱的条件 所以也很希望早点找到他们 他们应该仍然在附近 而是一份误的种子 众生都不需要向身外求悟 因为他们本身就含藏着宇宙间的所有智慧和力量 这个是佛陀的伟大发现 更是所有众生应该为之庆幸的 村童经常来探望他 佛陀很高兴见到解脱之道 可以这么简单和自然地表达出来 就算从未读过书的穷妇村童 也能明白他所教的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有一天 小童带了一大蓝骨子来 他们想练习佛陀对他们说教的第一课 转着这样将骨子在流心策角中吃 先生由礼貌地向佛陀鞠躬之后 就将男子放在他面前 佛陀合上掌 然后拿起一个骨子 接着 先生将男子传给坐在佛陀身边的薄式底 薄式底也同样合起掌来 拿了一个 先生继续将男子传送给每一个孩子 直至每人都有一个骨子 然后他才自己坐下 和其他人一样 合上双掌 拿了一个骨子 他们全部都默默地坐在那儿 佛陀祝福他们 随着自己的呼吸而微笑 佛陀用左手拿起一个骨子 深深地望着他 小孩们都跟着他这样做 佛陀慢慢地将骨子的皮剥下 孩子们也都将自己骨子的皮剥下 老师和学生一起在静默角策中 专注地享受着他们的骨子 当大家吃完之后 巴拿将全部的骨子皮收集起来 他们都十分高兴 和佛陀一起 那么专注地吃骨子 和小孩一起收集 佛陀也都感到无限快胃 专童通常在午后来探访佛陀 佛陀教他们如何坐 跟着呼吸 以使脑怒 或者悲伤的心境平静下来 佛陀又教他们行蟬 来帮助身心清身舒畅 佛陀更加教他们 去深深体察其他人和他们的行为 以使自己可以体会 可以了解和去爱 孩子们都明白他所教的一切 南陀巴拿和善生 花了一整天 奉着一件新的骨子送给佛陀 他的颜色好像雅砖 就好像佛陀的旧骨一样 当善生知道佛陀身上的衣服 原来就是他因为伤寒死去的仆人 补住尸体上的布的时候 他差点哭起来 当两个女孩子将新衣送来的时候 佛陀正在菩提树下坐着 他们正后佛陀从善座中出来 才奉上新衣 佛陀很高兴 我很需要这件衣服 佛陀又告诉他们知道 会将旧的留住 以令到他洗衣的时候可以做替换 善生和善陀巴拿私底下决定 再做一件给他 有一天 善生的十二岁朋友 巴拿挖多 请佛陀教他们朋友知道 就在前一天 他和他最要好的朋友 加利加闹翻了 来看佛陀的路上 虽然经过加利加的家 但是巴拿挖多不肯进去 直至后来因为善生相劝 他才免为其难地进去 加利加也只是因为善生同行 才答应一起前来 当几个女孩抵达之后 巴拿挖多和加利加距离彼此很远 各在一方 佛陀说给他们知道 一个关于一头鹿 一只小鸟 和一只海龟的故事 他说 这件事是发生在几千年前 在那一生中 它是一只鹿 孩子们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他解释说 在过去世中 我们都曾经是土 石 路 风 水 火 我们也都曾经是台 草 树 虫 鱼 鸟 和捕鱼类动物 这些都是我在禅定中 清楚见到的 所以 在那一世 我是一只鹿 其实是很平常的事 我仍然记得 自己曾经是 一栏在山峰上的一块旗石 又有一生 是一棵梅子树 你们都是一样 我将要告诉你们听的故事 是关于一只鹿 一只小鸟 一只龟 和一个猎人 或者你们其中一个 曾经是那只小鸟 或者海龟 我们都曾经在地球上 还没有人类 或者其他鸟兽的时期生活过 那时 只有海洋里面的植物 和地球表层的树木 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能是砂石 露水 或者植物 之后 我们就经历 穿鸟动物的生命 终于而为人类 现在 我们不单止是人类了 我们是 稻米 骨子 河流 和空气 因为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可能存在 当你们见到 稻米 椰子 骨子 和水 请紧记 你们在这一生 是要依靠很多其他的生物 才可以生存 这些生物 都是你们的一部分 如果你们可以体换这一点 你们就会经验到真正的了解和爱 虽然我将要讲的故事 发生在几千年前 但是同样的故事 可以随时发生在这个年代 细心听下去 看看你们 和故事里面的动物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于是 佛陀开始述说这个故事 那时 佛陀是在森林里面的一头鹿 他好喜欢去到附近一个湖 饮清澈的湖水 湖水里面住住一只海龟 而湖边一棵羊柳树上面 就住住一只喜爵 鹿 龟 和喜爵 都成为很好的朋友 有一日 一个猎人 跟着一只鹿的足迹 来到湖边 他就在那里 用承锁 铺下罗网 然后回到森林的房屋 那天 当直鹿来喝水的时候 他不小心踩到陷阱 不可以逃脱 他的叫哭声 被海龟和喜爵听到 于是 海龟从水里面爬出来 喜爵也从树上飞下来 他们一起商量 救他们朋友的最好方法 喜爵说 海龟姐姐 你的牙齿厉害 可以将绳子咬断了 我就会想办法拖延猎人 阻止他前来 说完之后 喜爵就赶快飞走了 海龟在那里开始忘咬成索 喜爵飞到猎人的屋之后 就在他正门的一棵芒果树上面 整夜守住 破晓时分 猎人拿着利刀走出门 喜爵一见这样 就立刻用尽全力 飞扑去到猎人的面上 这一集 猎人被吓得手忙脚乱 不知所措 立即走回房子里面 他躺在床上休息了一阵 当他起床的时候 又再次拿起来 但是这一次就从后门出去 不过聪明的喜爵早有准备 已经在房子后面的一棵芒果树上面等着了 他又一次被喜爵襲击 两次被襲之后 猎人回到房子里面仔细私囊 他自认当日倒霉 只好等到第二天才再出去啦 猎人第二天大清早起来 拿着刀准备出去 但是为了房子再被袭击 他戴上帽子 将头保护起来 见到没办法阻挡猎人 喜爵唯有立即飞回去提醒他的朋友 猎人已经上路啦 海龟已经将承索 差不多全部咬断 只剩下一条 而这条承索就如钢铁搬肩硬 他的牙膠都已经因为两天一夜 不停地磨咬而损伤流血了 到现在他仍然没有停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猎人出现了 在极度恐慌之下 只鹿大力地踢开了最后的承索 他跑到森林里面 喜爵也飞回羊柳树上面 只有海龟因为已经耗尽体力 而想动都动不了 见到鹿跑了 猎人满胸愤怒 他将海龟拎了起来 扔到它挂在羊柳树上面的皮袋里面 然后他就去找那只鹿了 只鹿在树丛中见到海龟的遭遇 他想 我的朋友为了我而无生命危险 现在应该是我帮他们做些事的时候啦 他故意走出来让猎人见到他 然后假装很疲弱地走下山径 猎人想 你只鹿已经快没力气啦 等我跟着他找时机杀了他先 他尾随着鹿走入森林的深处 而鹿又故意和猎人保持着一段距离 一直等到他们走至距离湖边很远的地方 这鹿突然飞奔去无踪影 他将自己的竹刃用泥盖住就立即回到湖边 他用鹿角将皮袋挑下来 再将它遥松放海龟出来 起着这个时候也飞来和他们会合 你们两个今天真是将我条命从猎人的刀下救回来呀 我恐怕不久之后他会再回来 起着你先飞回去临中安全的地方呀 海龟姐姐你也快点游回水里面躲起来呀 我会走入森林里面的啦 当猎人回到湖边 他发觉空着的皮袋掉在地上 傲脑飞上 他唯有收起皮袋 手上仍然拿着利刀 拖着皮佛的脚步回家了 小孩出神地听着佛陀讲这个故事 当佛陀讲到海龟因为咬成锁 而导致口上鲜血淋来 路培克和仙帕石都差点哭了出来呀 佛陀问他们 孩子们 你们认为怎样呀 好久之前 我就是那只鹿 你们有谁是海龟 四个孩子举起手来 其中一个是善生 佛陀再问 那谁是起着 博式底立即举起手 佳利加和巴拿挪多 也都同时举手 善生望着佳利加 右望望巴拿挪多 如果你们两个都是起着 那你们就是一个人了 起着生起着的气 有什么好处呀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好像鹿、龟和起着 那样做好朋友 巴拿挪多站起身 走到佳利加那里 他用自己小小的双手 拖着他朋友的手 佳利加将巴拿挪多拉到身边 移开一点让他坐下 佛陀笑了 你们很明白这个故事 你们记住了 好像这样的故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随时都会发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